与神对话 完结篇 全面进化 作者 尼尔·唐纳德·沃尔什 翻译 詹米·陈 第五章 尼尔 我不想只谈什么是错的 却没有指出具体的东西 我想谈谈我们的集体意识中 如何极有简单的转变来改变事情 神 这会是件很容易的事 非常容易 然而你们无法改变事情 除非知道自己想改变什么 所以讨论有哪些事情进行的不顺利会很有帮助 这能让人类知道哪些事情还能进一步改善 这点对于那些总是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逼而不谈 而且通常不会注意这类事情的人来说 尤其重要 尼尔 是的 但现在我可以看到辩护者会说 等一下 我们已经取得巨大的进步了吧 他们会说 我们必须看看人类已经进步了多少 同时断言 事情没有像以前那么糟糕 神 那么 你会对他们说什么呢 尼尔 我会说 是的 但就那样吗 对于我们的全球经验 那就是最好的说法了吗 事情没有像以前那么糟糕 至少我们能不能扪心自问 我们的物种是否终于变得文明一点了 然后我会邀请他们做裁判 我会指出那些没有很多人知道 或没有很多人去思考 或想去思考的东西 神 例如 尼尔 例如 已是21世纪的今天 有超过15亿人仍旧过着无电生活的事实 例如 有超过16亿人 甚至没有净水可用的事实 例如 有超过25亿人 没有厕所可用的事实 有些看起来可能只是不便利的问题 但这些情况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例如 这个星球上 每天有超过19000名儿童死于可预防的健康问题 如 瘧疾 腹泻和肺炎 然后 还有一个我们若真的想改善 几乎可以在一息之间解决的问题 这个星球上每小时有超过650个孩子死于饥饿 与此同时 世界上最富有的85个人 拥有的财产超过35亿人 也就是全球一半人口的财富总和 许多人坚信这没什么问题 并认为最后的统计数字与前面的统计数字无关 所以呢 我会对那些辩护者说 你怎么看 这是一个文明的物种吗 神 你认为他们的回应会是什么 尼尔 其实这类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 很多人都会捍卫自己的观点 尤其是那些拥有或控制着世界最大百分比财富 及资源的最小比率人口 他们说 那些拥有的人 赠尽全力为那些没有的人获得更多东西 其中有许多人 甚至是大多数的人 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但这并非是个人问题 而是社会制度的问题 是体制的问题 是经济结构和经济建设的问题 神 你们是相当年幼的物种 仍在试图找寻方向 尼尔 结果是 有许多人依然将我们的物种描述为文明的 尽管在这个全球社会里 我们已经找不到一个和平共处的方式 我们依然在建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并且威胁使用它 我一直想知道 这是文明的吗 有许多人将我们的物种描述为文明的 尽管我们仍以蓄意杀人的方式 来教导人们不可蓄意杀人 却看不出其中的矛盾 我一直在想 这有道理吗 有许多人将我们的物种描述为文明的 尽管我们仍然声称慈爱的神 不会希望彼此相爱的人结婚 只因为他们拥有相同的性别 而即使他们性别不同 也会因为不同的种族 宗教 部落或文化而受到反对 我一直想知道 这是我们对爱的定义吗 有许多人将我们的物种描述为文明的 尽管我们仍然残酷地杀死和吃下其他生物的肉体 在养育和屠杀生物上 假装他们没有足够的自我意识来体验痛苦 或者即使经历了痛苦也没有关系 因为人类对他们有统治权 并可依照我们的需求方式和时机来处置他们 我一直在想 这是我们称人类为人道物种的定义吗 有许多人将我们的物种描述为文明的 尽管我们仍在吸烟和摄取已知的致癌物质 不管数量有多么庞大的人群 正因为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受苦 我们依旧在滥用酒精和毒品 假装这些是我们可以处理 事实上是无法处理的物质 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些东西改变我们的性格 改变我们存在的根 我一直在想 这就是我们智慧的程度吗 神 这些情况以如此不可避免显而易见的方式呈现出来 促成了完美的进化时机 50年前乃至20年前 在网际网络的巨大扩张和社群媒体爆炸式的影响全球之前 注意到这些情况存在的规模与人数远远少于现在 尼尔 我懂你在说什么 对人类来说 现在确实是能对这些情况做些事的正确时机 因为现在 不仅仅是社会行动组织 学术机构或政府机构里 零零星星的少数人 而是每个人都能知道 并察觉问题是什么 他们有多么普遍 你能想象一个到了21世纪初 还有16亿人没有干净的水可用的星球 上面的居民们却认为自己是文明先进的吗 神 所以你看出了若你不知道问题所在 便无法解决的道理 当你们越知道这些情况 并且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 将是一件值得你们庆祝的事 因为它创造了完美的气氛 在这种气氛中 条件最终会被提出 解决方案也会被创造出来 尼尔 正是如此 或者用另一种说法 必要性是发明之母 我对人类的冒险 将成为宇宙中最成功和最快乐的生命表达之一 抱着巨大的愿望 同时也很清楚 我们距离创造出这个愿望 只有一个决定之差 神 而这一个决定 是什么呢 第六章 尼尔 我相信 经由敞开心胸且真心诚意 没有限制的探索 同时以开放乐观的心 毫无保留地接受我们真正是谁的实相 就可以改变我们整个物种的全球经验 神 非常棒的描述 这将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 因为它与你们个人的进化过程有关 记住 我们在这里讨讨论的不仅仅是改变世界的状况 也是在改变每个人日常生活的经验 事实上 如之前所述 这是一切的开始 改变就从这里启程 第三份邀请是关于人类的个人生活如何运作 它的感受方式 以及它会呈现出什么 以作为它下一个要显化的东西 如果你接受这份邀请去唤醒人类物种 你就可以成为转化后的自我 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的 唤醒自己最快的方式 就是去唤醒其他人 当你开始专注于这点时 也会意识到自己已经觉醒了 而这将使一切变得有所不同 它会改变你思考 说话及行为的方式 以及在每个时刻和情况下 做选择的方式 反过来说 这也会影响到日常生活中 被你吸引过来的东西是什么 以及你体验它们的方式 尼尔 现在唯一的问题是 人类是否会做出那一个决定 我相信这是可以做到的 这不是完全高不可攀 或遥不可及的白日梦 神 这绝对不是白日梦 虽然它在邀请的同时 也是在要求一种个人 与群体意识的美妙转变 人类视角和认知的量子扩张 以及一种觉察上的急剧上升和喜悦提升 尼尔 但需要再次强调的是 做出这个决定是有可能的 否则你不会说这是进步提升的完美时机 神 不仅只是可能 它正在发生 如果这样的意识转变不是正在明显发生 就不会有这次的对话 也不会有人关注 下一步即将发生的是 有越来越多的人会觉醒 尼尔 我也明白第三份邀请是什么了 我现在完全懂了 持续关注这份邀请的每一个人也会明白 但我怀疑会有多少人 真的愿意自愿选择迈向个人进化 通过让自己觉醒的过程 以各种微不足道的方式 谦虚地花一些精力来唤醒人类物种 神 为了帮助你们所有人实现这一目标 你们获邀去求助于一体实相较高的面向 而你们其实是构成一体实相的一部分 尼尔 等等 暂停一下 我刚才完全听懂你在这里说的一切 而现在你又让我跟不上了 神 我鼓励你们去留意 去面对你们物种现在所面临的挑战时 你们并不孤单 尼尔 是的 我知道地球上几乎每个人都在关心这件事 这个星球上没有多少人不担心未来 同时也以各自的方式去努力创造出更美好的明天 此刻的挑战是 我们已经尝试了这么多方法 却始终找不到答案 正如我所说的 我们还没有找到可以和平共处的方法 甚至找不到可以阻止彼此相互残害的方法 神 所以 也许现在是时候了 可以从已经知道怎么做的人那里寻求帮助 尼尔 如我刚才说的 地球上几乎所有人都试过了 但迄今为止都已失败收场 神 那么转而求助于那些不在地球上的人 尼尔 不好意思 神 也许现在是从不在地球上的存有获得帮助的时候了 他们并非来自地球 但全部了解地球的生活 第七章 尼尔 哇哦 你刚开启了怎样的一扇门 神 一直敞开的门 你们只是还没有穿过它 尼尔 我们说的是来自太空的生命吗 神 你认为有这样的生命吗 尼尔 嗯 是的 我相信 你也曾告诉我有这样的生命 我们从与神对话三第十六章到结尾 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讨论 神 我当时说了些什么 尼尔 你说 宇宙中有许多先进的文明 不是几十个 不是几百个 而是几千个 你广泛谈论了所说的高度演化生命 为此我们创建了HEB的简称 你描述了高度演化社会中 大部分生命运作的基础 神 记住你说的这些 因为它将在我们这段对话的后面 发挥一些作用 尼尔 好的 我会的 而我现在想说的是 之前关于外星先进文明的分享内容 似乎都在我能接受的范围内 没有一个看起来很牵强 毕竟 我们身处于巨大的宇宙中 看起来很牵强的 反倒是我们是唯一生灵 这样的想法 这个可能性 必定只有一万分之一 神 事实上 这完全不可能 宇宙中当然有其他生灵 到处都有 尼尔 而这些生命准备好 要帮助我们了吗 这是你要表达的意思吗 神 我要表达的是 在接受邀请唤醒你们物种的工作上 你们不用认为自己是孤单的 尼尔 我们并不孤单呢 你自己说 我们已向你请求帮助了 我们已敲了你的门 我们已向神求助 那应该够了吧 而我们向神求助 你却告诉我们 要向宇宙中其他生命形态求助 神 神性有许多种形貌 你们采取的形式是其中之一 所以 如果想体验神正在帮助你们 可以指望你和你自己的最高智慧 但是 转而指望可帮助你们的所有神圣显现时 也不要有所疑虑 不要忽视那些可能会开门回应你们的对象 也不要视若无睹 尼尔 你是真的在谈来自这个星球之外的生命体 是吗 神 是 尼尔 我相信许多人可能认为这份帮助是来自上天 而不是来自天上的其他生命形式 神 忽视或否认这种可能性是一种短视 尼尔 所以 容我直接了当地问 因为我不想有任何混淆不清的状况 你说 宇宙中的其他生命形式正选择要帮助我们 神 有一些事 但不是所有其他生命形式 而是有一些 并非所有其他的生命形式都是仁慈且有爱心的 尼尔 嗯 那有点吓人 神 为什么 人类不也全是仁慈且有爱心的 你们之中有许多人甚至不会帮助自己 实际上可以说是在伤害彼此 尼尔 是的 但我们是非常年幼的物种 我们已经赞同许多人有着孩子般的作为 你说过 宇宙中有许多其他具有感知的生命物种 远比我们先进 神 这不代表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对你们有所帮助 他们有一些是暴力的 尼尔 宇宙中有些地方的先进生命形式是暴力的吗 神 是的 有一些 尼尔 但如果他们已如此先进 怎么还会是暴力的呢 神 处于高度先进和处于高度演化之间是有差别的 如果现在有一群从古老的两千年前跨越时空出现在你面前的人们 你认为他们会说现今地球上的居民是否先进呢 尼尔 是的 我想他们会 神 然而现今地球上的居民不是暴力的吗 尼尔 是的 很可悲 是的 我们是 神 所以说科技上的先进并不一定代表道德 伦理 意识和精神上的先进 这是你想说的意思吧 尼尔 一语道破 神 因此 不要理所当然认为宇宙中所有其他生命形式 在你们寻求唤醒人类的时期 都会选择对你们提供帮助 先进文明并不自动等同于高度演化文明 尼尔 我们有能力了解这其中的差异吗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是否有能力知道 有高度演化生命已经选择帮助我们 我的意思是 你说他们会帮助我们 但我们地球上的人是否可能从我们的经验中确实知道这点 且不会感到惊慌失措 更重要的是 这些高度演化生命会如何帮助我们 是盘旋在我们周围 无论是实际上或比喻上来说 关注着我们 确保我们不会把自己伤得太糟糕 或实际拜访我们 并在地球上以物质方式和我们一起工作 或从远处把想法植入我们的头脑里 神 很好 继续 这些并非是不重要的问题 尼尔 答案是 神 以上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尼尔 嗯 好的 我需要你详细说明 可以吗 神 我们必须一次一项来解说你提出的问题 尼尔 只要能获得解答就好 神 你们会以感觉对方震动频率的方式 知道可能带来帮助或可能没有帮助的其他生命形式之间的差异 尼尔 哇哦 这是什么新时代的解说呀 不好意思 我的意思是 我很抱歉 但是我已经可以听到不少人说 多么愚蠢的新时代答案 去感觉震动频率吧 老兄 神 你是否曾走进一个房间 酒吧或餐厅 并在几秒钟内就决定不想待在那里 立刻转身走了出去 你是否曾在换装出门时 穿上一件衬衫或上衣 又马上把它脱掉 知道那件衣服不对 不适合 你是否曾在遇到一个人时 感受到内心的觉知 知道你真的不该与他有太多交集 或者 从另一方面看 你是否曾经经历过一见钟情 尼尔 当然 我们大多数人至少有过其中的一项经验 神 你觉得他们是愚蠢的新时代的经历 或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尼尔 谢谢 我懂了 所以如果我们能感受到像是在餐厅 衬衫和人们的震动 就能感受到其他生命形式的震动 可以马上知道哪些是我们感觉起来好的 有帮助的 而哪些不是 神 是的 如果能加强注意自己感觉到的东西 就能完全理解它 那些不去使用所有人类 都以内建的强大感官 或者你们称之为常态 共同感觉的人 可能会觉得一切都混淆不清 并陷入沮丧 视他们的经验为无意义 或没有感觉 尼尼尔 非常聪明的文字游戏 但是 神 这不是在玩弄文字 而是用相当精确的词 在传达一则重要的信息 若忽视这些话 而让他们从手上溜走 可能对人类无意 尼尔 好的 但是 我们要如何知道 有这样的高度演化生命 在帮助我们呢 神 别担心 你们会知道的 同时也无法避免看到它 你们可能会把它称为别的东西 但你们不会错过它 尼尔 但是 如果我们把它称为别的东西 也就不会知道它是什么 神 有些事情并非一定要知道 才能从中受益 尼尔 我们已经获得这样的帮助了吗 你说我们不会错过它 这句话是未来事 我们刚开始要得到这样的帮助吗 神 你们现在才越来越觉知到这一点 尼尔 但他们一直都在那里吗 神 他们存在于你们人类所谓的很长一段时间 没错 尼尔 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处于这般情境 他们已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帮助 神 你们物种实际上已经在完美的时间 以完美的方式 来到现今这个时空情境 从宇宙的角度来看 你们已经抵达了这个选择点 并获得快速且精确看到它的能力 你们不愿承认它的条件和情况 事实上是十分理想的 因为现在它们令你们惊奇的程度 足以让你们对未来的选择 变得清晰可见 明白无误 因此 以宇宙的时钟来衡量 高度演化的生命们已经运作得非常快 且实际上非常有效率 第八章 尼尔 好的 这段对话真的变得非常非常有趣 而我必须说我完全搞懂了 高度演化生命可以看顾监视着我们 过去几年来 已经有够多不明飞行物体的目击事件 神 过去几年吗 你的意思是过去几个世纪吧 尼尔 好吧 过去几个世纪以来 人们认为我们受到观察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受到帮助 阻止我们伤害自己 怎么做 从远方把想法植入我们脑中 好吧 我连这些都可以接受 但实际造访我们 那真的是扯到天边去了 神 真是一语双关 尼尔 我不是故意的 不像你 但我必须说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和神的对话会走到这一步 我从没想过会谈论这个议题 神 还记得你刚才说 我们在与神对话三里花了很大篇幅谈论高度演化生命吗 尼尔 是的 但不是谈论他们选择帮助我们之类的事 神 没错 但那是谈他们确实存在的事实 尼尔 假设性的存在和现在就在这里帮助我们 包括实地造访 是两件不同的事 两件截然不同的事 神 同意 全然接受这个可能性 是我第三份邀请的一部分 尼尔 我认为这份邀请是要唤醒我们物种 而不是认识新的物种 你现在是说要唤醒人类必须要保持一个信念 认为其他生命形式 我猜大多数人不会把他们称为高度演化的生命 如我们在第三册中提到他们的 只会称之为外星人 你是说我必须抱持一个信念 相信外星人 神 让我们继续称他们为高度演化生命 或用简称heb来称呼 尼尔 相信有个已觉醒的物种正选择帮助我们 造访我们 神 你不必抱持任何信念 你尽管继续执行你的任务 唤醒你的物种 不需要接受另一个物种存在的信念 更不必相信高度演化生命 选择帮助地球人的概念 尼尔 当你刚才说全然接受这个可能性 是第三份邀请的一部分 神 它是邀请的一部分 但不是接受邀请的必要条件 尼尔 你可以帮我解开这点吗 神 让我们回到刚才有人敲门的比喻 如果你敲我的门 我开了门 邀请你进来 我说 来得正巧 我刚刚端出了一些开胃菜 这并不代表 你一定要吃掉整盘特色佳肴 才能接受邀请 尼尔 我懂了 我可以来参加聚会 但不必吞下那些可能不是我的菜的东西 我想加上这个比喻 神 没错 你可以 尼尔 我可以接受这份邀请 协助唤醒我们物种 但我不必先相信其他物种也选择帮助我们 并正在造访我们 神 是的 一个决定并不取决于另一个决定 尼尔 那感觉好多了 感觉我有更多的自由 神 自由是你们永远拥有的东西 这是我给你们的承诺 也是永恒的承诺 尼尔 我知道 我要谢谢你 我已经一再说过 我一直将这点视为你给予我们的最大礼物 那么 假设我至少愿意探索你在对话中提到的这些想法 作为一种可能性 假设我愿意以一种可能性探索他们 我真正想知道的是 到底该如何去唤醒我们的物种 以及已被唤醒的人类看起来会是如何 他们会如何创造和体验生活 神 我已经详细描述了你所说的 就在与神对话三和你进行的对话里 尼尔 你确实详细描述过 我很想再把它读一遍 我已经忘了大部分内容 我比较惊讶的是 我们怎么会忘记那些对自己真正具有价值的东西 神 是的 这就是人类经验的一部分 不用怀疑 但复习可以帮助人类克服这一点 所以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也重复我们过去对话中谈到的几个重点 尼尔 好的 我可以温习他们 没问题 但是现在 我无法对这个烫手山芋视而不见 或假装你没有说过刚才那些话 你不只是说 宇宙中存在着高度演化的生命 你还说他们选择直接帮助我们 甚至拜访我们 正如我刚才注意到的 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信息 神 这两者我们都可以探讨 探讨第二个信息能帮助你理解第一个 在你们物种进化的这个美好时期 若能不预设任何立场 思考时也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以此探索生命的各个面向会相当有益 让你们的头脑始终保持开放 对所有事情永远保持开放的心胸 所有事情皆有可能 特别是你一无所知的事情 你不会去假设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是不可能的 是吗 尼尔 许多人时常试图那样假设 神 但是你 以及像你一样的人 一直与众不同 你们一直都保持开放的心胸 现在你就坐在这里 从事许多人称为不可能 妄想甚至亵渎的事情 你正在与神进行对话 而你认为这没什么 尼尔 我为什么认为这没什么 因为你在之前的对话中曾告诉我 就是我们之前交换意见时 你说至少要思考到我并未完全了解生命与神这一可能性 在我了解之后将改变一切 所以我已经将这个建议实际应用在经验里 我现在非常清楚 我们所有人需要或希望的时候都完全有能力进入我们内在的最高智慧源头 我称之为神 我们已经做了这么多年了 从出生至今 每个人向来都在进行与神的对话 只是许多人不知道 或者他们称为别的东西 至少这是我的理解 观察和体验 神 所以你可以接受神与你沟通 但是对高度演化生命帮助你们这件事 你感到不太确定 尼尔 说得好 很棒的论点 我想第二个信息似乎比第一个多了点科幻小说的概念 和我可以毫不犹豫的轻松接受的东西仅有一步之差 我的意思是 宗教组织也都会谈启示录 那想必是来自神美妙的清晰时刻和洞见 但我没有从讲台上听到太多关于高度演化生命的议题 可供我们参考 所以 这是个令人惊奇的概念 但不是个很容易就能毫不犹豫接纳的概念 神 然而你也可以在我们以前的对话 以称为与神对话三里发现这一点 尼尔 真的吗 我已经忘记了 神 就在与神对话三第十六章 我说 当你们所有物种都被引导到大师之道 并实现它的时候 你们的物种全体 因为你们物种确实是一整个全体 就可以轻松穿越时空 当你们理解你们的物理法则后 就能掌握它 你们也将会去帮助其他物种 其他文明 迈向大师之道 而你回答 正如现在其他物种其他文明对我们做的那样吗 我回答 完全正确 正是如此 所以 所以在我们目前的交谈中发现这点应该不意外 尼尔 你知道 我其实已经忘记你以前说过这些 神 我给你们的信息多年来都是一致的 不一致的是你对他们的记忆